说是出去接了个电话就掉脸子了吗 行行行 好了好了 你没掉脸子 咱们往下说啊 然后我俩就吵架 然后正好这段时间因为生病了 在医院住 你住院了 对 9月底10月初吧 然后住了半个月 我想这半个月两个人再吵架 你都打算结婚 你怎么可以表示一下 你把我拉黑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反正打不进去 发信息也不回 我不是他生不出道 之后呢 你去医院看他不就得了吗 但是我不知道他生病 到后来呢 这不是碰到他闺蜜了 他闺蜜就说他生病了 怎么你也没去看看 我说我工作忙 我闺蜜是怎么说的吗 你们两个在同一个楼AB座 我闺蜜看到你第一眼说的什么呀 要您真忙 媳妇住院半个月了你才出现 工作忙 再说你又发信息也不回 我也不知道 你情况你又不跟我说一声 你不认识他们家是吧 主要是那两天公司 就是说是 是两天还是十五天 他说住院半个月 因为我们公司就是 要是断夜的话 就是一个月都是 说 你汽车销售 客户一般都是夜里 九点钟开始逛汽车城 不是 逛的第二天早上六点钟 客户上班了 你们接着工作是吧 不是那么回事 这逗我们的吗 就是你住院他没看你是吧 对 是我闺蜜告他的 我住院了 那他就看你去了 然后我都出院了 他来了 出院了之后吧 也不想搭理他 但是微信我恢复了 然后呢 我就看他朋友圈 结果我以为他真的忙 主任你听我说 说说说 主任您说 因为我们公司缺人 因为我这边也需要一个小助理 最后人家是学服务的 所以您做服务这方面 是做得很周到 您缺一什么样的人呢 要学服务特别周到的 人家是面试来的 所以是 所以是我们公司看中了 所以是放到我身边当个助理 公司一个团队 当一节跟下一节 是不是需要特别感觉 女家的感觉 是一个大家庭 对 所以说就是一块吃饭 唱歌也是公司一些安排 所以去唱歌 你真是 公司才管唱歌呢 真的 到后来呢 就是他上我们公司找我的时候 我那助理过 或者是端水 或者是怎么着 这都正常的 不正常啊 你的助理应该给他端水正常 给你端水真的不正常 人家又不认识他 那就更应该给他端水了 对吧 我理解是这样的吗 我老板办公室来了一个陌生的人 应该是客户 那我肯定是给客户端杯水 肯定是这样啊 要不然要助理干什么呀 哪有说外面来了一个人 进老板办公室了 然后助理说 老板您喝水 那不是助理吗 我真的这么理解的 主持人老师啊 他还特逗 我们出去吃饭去 他翻朋友圈说 这我们小助理特别好 人又漂亮又怎么怎么着 我就想那你和他过得这么好 你和我吵了这么长时间 你经常也说过 不容人家温柔 就是想给他点那个 让他改变一下 改变啥啊 对我好一点 他说你不好啊 好是好 但是有时候也太欺负人了 我都说不过他 他嘴太厉害了 这个话说到点子上了 我都说不过的 行吧 我问你啊 他跟小助理没什么吧 不知道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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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没什么 有个儿你助理 你办公室 不管去什么人 先给客人倒杯水 基本的礼貌得有 对吧 行 这事就过吧 这个还结婚吗 再说吧 你还想结吗 行 是男人不 确定是 确定 确定 先跟人道个歉吧 住院15天也没去看 好不好 亲爱的不好意思啊 没事 你带我出病再来 不是 这是要 谢谢大家